一开始呢是一个很长的同位语,同位语里面的核心词呢是这个drama和play,那他要去同位身后主剧的主语,主剧呢用了一个强调剧这个没什么关系,我们看的时候把It is that滑掉就可以,那主剧主语呢是这个人的作品,这个是核心词,被前面的这个drama play同位也没有什么问题,位语呢是赢得并女士奖项,然后and之后呢是第二个位语动词是说他被制成了这样一个电影和音乐剧, A看完暂时没什么问题,我们先留一留,在RB选项当中呢,他一开始只是一个小的状语,然后呢出现了主剧的主语这个作品,位语赢得,然后奖项,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主位中间放了一个状语啊,是说by这样一个人,从状语的角度来讲呢他只能去修饰后面赢得这个动作,但从逻辑层面来看的话,这个谁写的应该是这个作品的特点,跟他赢得这个动作是没关系的, 那你像在A选项当中呢,LH他出现在这个所有格里面是去修饰这个作品的一个定义,所以说相比之下呢,RB的这个做状语的话就是不合逻辑的,可以排除,在3C选项当中呢,主剧主语是LH这个人,但我们知道前面有一个同位语啊,他只能去同位这个作品,所以3C的这个同位是有问题的, 4D选项呢,他主剧的主语依旧是这个作品,位语是赢得,并语是奖项,然后出现第二个位语动词被制成,这样的一个电影和音乐剧,那A和D相比之下呢, A的两个位语动词之间加了一个逗号,这个就没有不加逗号的要更好一些,所以说AD相比呢,我们把A排除, A选项呢,依旧是这个BALH做了一个状语修饰的赢得这个动作,那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从逻辑上来讲,他应该是去做这个作品的一个定义才好, 所以说A呢,也可以排除最后答案是4D选项。